财情是可以遗传的 你知道哪些父子诗人 第一对 曹操和曹池 你喜欢曹操的老季福利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还是喜欢曹池的见远游之文旅 业务消之轻趣 微幽兰之方而兮 不只处于山鱼 第二对 李景和李玉 你喜欢李景的青鸟 不传云外兴 冰箱空节雨中愁 还是喜欢李玉的问君 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第三对 雁书和雁吉道 你喜欢雁书的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雁归来 小园相近独徘徊 还是喜欢雁吉道的 金香圣百银刚照 有孔相逢是梦中 第四对 苏寻和苏氏 你喜欢苏寻的佳节 久从仇利过 壮星欧邦最终来 还是喜欢苏氏的 故国神游 多请殷笑我 早生滑发 你还知道 哪些父子诗人 评论区告诉大家 小偶尔是梦中启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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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悠意 那对 三个人都花了 小偶尔是梦中启银的